這種可能的話 大家剛剛記不記得他有在IDS上就有8個SNP點 然後在LSU上有7個SNP點 在EF.NAB有7個SNP點 這些他的可能性在理論上來講 他算起來的話就有超過這個應該是1兆5 1乘以10的4次方 那如果你用6個 用這個6個來算的話 這SNP點 那理論上的組合他就有這麼多 這樣子夠不夠來做這個SNP點呢 論上他一定是夠的 那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夠這麼順利說 他每一次都可以分辨 也就是說 世界上如果說應該是沒有到 應該找不到那麼多牛張子 所以正常是 他是可以分辨的 但是呢 大家會知道說 品珠大家講得難聽一點的話 品珠有時候大家會拿拿去 或是買拿去 像我剛剛講35396 35398 就可以買了兩三百次 買去之後 你再做研發你的產品用的組出 你的產品無藥 我不知道 用的組出很有可能跟別的公司是一樣的 那這個組出跟那個組出來源一樣的話 SNP會不會改變 理論上 當你沒有做MUTEN的時候 他是不會改變的 他會掉 除非說你做了有性交配 有性生殖交配的 他這個SNP點才會改變 下面看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說 那你介於剛才講的SNP點 有那麼多的可能性 理論上所有的組出應該都不太一樣 就是說 如果他來源不一樣的話應該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先分析我們所裡頭的 品珠公開組出 還有剛剛說我們還有一個組出 是我們自己內部使用的公開組出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公開組出 他彼此跟彼此一對 然後例如35399 跟3539就一對 他自己跟自己一對 所以他是相同的 不管他 但是這是IDS的時候 他的IDS序列 他的彼此之間的SNP點 整個系列去比的話 發覺說 很奇怪 這個 除了他本身是一樣的 這個35398 跟這個35716 他的IDS也完全一模一樣 比如說這兩個 這兩個的IDS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這邊呢 這邊還有一個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是三隻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疑問是不是破功了 我們再看一下看 那剛剛是只有IDS一個 基因序列去做的比較 如果說你用三段的時候呢 幾乎都不一樣 你說他跟任何的其他的16株 他都不一樣 他也是跟任何其他16株比起來都不一樣 這些跟其他的16株比起來都不一樣 所以是不是可以做見面 欸很奇怪的是 這邊有三株是一樣的 我們就不知道說這三株 為什麼會他會一樣 結果我們就查他背景資料 他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地方長出的 所以他一個人這三株 是從同一個子體來的 當然我沒有辦法正視 或者是我必須去問他 不過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 也就是說用這個方法 好我們確定 把那三株基因都做出來之後 跟一個很大的Data Base去比的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知道說 你這支菌到底是不是 跟哪一支菌一樣 或者是跟其他一支都不一樣 我們曾經用這個方法去 協助與管理上的處理 那支菌到底是 他的生殘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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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 很相近的菌株 他是可以解區別的 只要一個基因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是同一個種 種之間 裡面是更的區別的話 我們現在用三段基因去列 我們剛剛講 IDS有八個 都算不一樣 有七個 LS有七個 EF1有七個 加起來我們剛剛講說 他又造成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說 結合這三段 可以 有這個可能可以區別 正面是轉 但是前提是 這個 你沒有做這個 就是 MUTAN這個改樣 正常的話 無性 無性的方式 就是說 你沒有做 有性生殖的交配的話 正常的話 他應該這個 序列是不會變的 也就是說 就算你在怎樣 養了幾代之後 正常的話 他這個序列都是可以區別開來的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發現是覺得蠻有趣的 未來可能可以幫客戶 就是說 各位廠商 做一些 這個 健康健康的服務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資源的這個探索 探索就是說 怎麼樣去開發的功能 跟存在的價值 那我們做了幾 一些工作 其中一個工作就是 這個 那這個 也有一些 老師 學者 跟他討論之後的 一個方法跟植物 跟大家報告一下 像這個是 像這個是 聖堂牛腩子 大家知道 它是一個 單子菌 那單子菌的話 它的特性 常常是 它會形成扣子型 那這個牛腩子 它當然會形成扣子型 那 如果說 這男腩子 是一直生長時候 它裡面 它是一個 兩個核的狀態 然後當他一直生長的時候 這兩個核會複製 就會形成一個 繼續 每一個西瓜裡面 去維持持這個兩個核 那 這個是一個 無性生殖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種狀態 但是呢 當你色管 把它取到他的 包子 變成單核的時候 那單核的菌子 他就不會形成扣子 因為他不會形成這個 這個 儒分裂 跟分配 然後形成扣子皮的結構 所以如果說你能夠拿到這個 單核的有性包裝的組織 觀察到他身邊的扣子皮 那如果說兩個菌種 有性的菌種 他做交配的時候 正常他會做這個核遷移 有一次分裂跟這個 隔膜溶解跟核配對 然後相配了鐵絲 單核的交配之後呢 他又會開始形成扣子皮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就可以做 這個 牛腸症的這個交配的試驗 那首先我們去圖一個 指示體驗的去獲得這個 單核的捲出 那這個每一個都是單胞子 從單胞子分離出來的單胞子 單胞子分離出來之後 你要去檢測他的這個 交配的這個基因 那這些都是 檢測過之後都是沒有這個 厚子皮 那我們做了兩個 兩個指示體的來源 這個指示體我們做了160個單胞子組 另外一個做了63個 然後去做交配 那像大家看這個是單胞子組 這個是另外同樣一個 來源的單胞子組 我們去做交配 然後發覺說他就可以在中間 維修一些構造 然後檢測這些構造 不同的區域的時候 中間的這個區域的時候 會發覺大概是一個扣子級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他們交配指工 那在檢測他裡面是兩個 沒有問題 正常的扣子 所以他就跟其他印象 他自己長成這樣 好 接下來呢我們把剛剛講說 我們從兩個指示體分成這樣 裡面取很多單胞子 單胞的群出 然後同一個指示體 還有單胞的群出 我們做這個交配試驗 那我們做了30個 30個之後交配試驗 發覺說他可以分成四群 那四群的話 每兩兩是可以配對的 像這一邊的這一群 只跟這些可以配對 他跟這邊的滑草就沒辦法 跟這邊也沒辦法 那這一群呢 我們先給他定義成A1V1 那另外跟他可以配對的 部分我們就稱為A2V2 那另外兩群呢 分別就是A1V2跟A2V1 那當你這個 我們在做進一步的試驗 就是當兩群 包括這個ACMA01跟ACMA0102 兩個指示體來源的 去做交配的時候呢 我們發覺說 他的這個交配率 跟 跟預期的不太一樣 就表示說 如果說 另外一個指示來源 像這個是 01那一群 就是02那一群 他交配出來 如果說這邊的 也是A1V1 A2V2系統的話 正常的話 這邊都是應該是25 左右 就是 25%是可以交配的 但是呢 因為他的交配的這個 這個結果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認為說這個 剛剛講的A1 可能有A1 A2 其實有可能有A3 A4等等 然後V呢 V1 V2 也有可能會有V3 V4 這個就是所謂的MARTI A2 好 那另外我們 怎麼樣去驗證說 你到底有交配呢 這個是從 第一群的一個張包 跟第三群的一個張包 做第一群 第三群的張包 做交配之後呢 他可以形成這個 這兩個 來源的 這個 全豬的一個 交配的一個後檔 那這個 未來可以再去檢測 來的ITS 那幾個 SMP 這樣子 那麼發展說 這邊要特別介紹一下 就是說 當我們把剛剛的 這個第一群的 這個母豬 紫實體的 IDS序列 LSU序列 跟那個 EF1 A8序列 都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也把這個單核 剛剛講的這個 四個交配型的 A1 V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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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覺說 剛剛出現的 在母豬上面 原來他們是會出現 外的V8 它都會解開 變成C跟T 也就是說 Y 它本來就是 C跟T的一個混合 那是因為 它是雙核型的時候 它才會 它原來是雙核主詞嘛 所以它在 它一個核 是C 所以你 說去檢測測測 它就變成C 變成Y 那如果 你把它變成單核化之後呢 它就會 改變 那這邊的話 是MS 它也是體 原來是R 就變成A跟T 這個Y 它會變成C跟T件書 那接下來 我們很快的介紹一下 我們所有的幾個工作 這個是 我們所有的 固體發酵 跟電體發酵的部分 我們用各種機質去 測試這個 銀胖 它 用不同機質之後 它的抗擰核性 大家發覺說 這是不同的組別 不同的材料 然後有的 液而核性 並沒有很好 有的就會很好 所以這個機質 只有影響 那這個是如果你找到適合的方法跟適合的機質的話 正常的話它是可以讓這個不同的這個 對不同的胎細胞會有不同的抑制效果 所以發酵方法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葉底發酵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一個專利組織 它在用葉底發酵方法跟其他的組織來比的話 它就非常好效果 所以怎麼樣去發酵 它的材料是什麼 發酵時間長短 其實對你的結果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幾位教授都會有報告 那另外我們這個商工研究發 也做了一些空性試驗 我們這個體徒的話 真的指說 在每天一公斤五抄生的這個發酵液的話 是沒有這個付錯用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平臺 這個平臺很快介紹一下 這個平臺跟 跟教授昨天有介紹過這個 這個平臺是類似的 也是用電脊 就是說 細胞跟電脊這個吸附的能力去看看說 你的這個 這個設計的效果如何 那我們是問它叫做 即時動態生長矩限的細胞 我們先選出一些癌細胞 然後做哪一個癌細胞 可以適合這個平臺 其中選了五個細胞 包括說這個乳癌 配癌 乾細胞 跟這個 經理性癌 跟正常的這個 MRC-Bi來做 那這五個細胞 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做很好的表現 那我們測試了不同的這個 報告是這個發酵液 跟子磁脂萃取液 固體液體發酵 然後發覺簡單的報告的話 就是說 子磁脂的效果 優於這個發酵液體發酵 跟優於這個液體發酵 那在 對這個乳癌的話 像有的細胞就特別有效 有的細胞就沒有效 所以這個平臺是相當好的 很快速的一個檢測系統 那像對於這個肺癌細胞 就幾乎都沒有效 所以就算是對肺癌的效果 就是很影響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 我們改變那個 這個培養方法的時候 有些固體發酵 它的效果可以接近這個子磁脂 好 講一下結論 好 我們結論就是說 子磁脂的效果 基本上是固體發酵液體發酵 但是 不同的子磁脂 各種樣品的功效性 相當接近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發酵樣品 如果以用的療法不一樣的話 當你用好的發酵方法 發酵效果的話 它的功能可以接近這個子磁脂 另外 所以都有做一些化合物的分析 那這個 因為前面有幾位教授做了禮物 這個就我們在做報告 OK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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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 謝博士的精采演講 我想因為 因為我要控制時間 所以我們把問題 留在 各位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私下問答 因為 因為我們這一場 早上結束以後 馬上會有演奏論壇會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請 OK 就是 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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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